修圖是一種禮貌學 我就問 這種禮貌是誰教你的 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網路上面流傳著一張圖說 請大家不要再修圖了 因為當警方要邪尋的時候會找不到你 因為你已經長得跟照片不一樣了 我們來定義一下什麼叫做 騙子的騙 我們不去評論說 就是修飾照片是一個完全不好的事情 我自己也修飾照片 修飾照片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 但是你已經修倒變成騙了 不好意思 你如果在外面打理自己 化妝 梳頭髮 那是一種禮貌 但是你如果把自己弄成一個別人 那就是不禮貌了 怎麼樣的不禮貌呢 請問一下 披圖你們有沒有遇過這個狀況 有一些人披到後面的電線感都歪了 那是一種禮貌嗎 那還沒有一種狀況是 你跟你的姐妹吃飯拍一張美輪美化的照片 結果後來她把她的臉披得很小 但你的臉卻變得很大呢 這是不是一種自私 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更令人髮指的就是小朋友 請不要再套任何濾鏡 在天真無邪的可愛臉蛋上了 他們本身就長得非常的美好了 這三種行為 是不是已經非常足夠不禮貌了呢 其實在2022年7月的時候 挪威政府他們頒令了一個命令 是說 如果你有修圖 有商業行為 一定要標注 你在做這個商業行為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修飾 因為你如果過度的修飾 會產生整個社會大眾的容貌焦慮 這個容貌焦慮就發生在我身上 我一個骨灰級的展覽女神 我以前也非常愛修圖 但其實那個時候的我是並不快樂的 我一直在追求照片裡面的那一個我 所以現在讓我們大家一起放棄 這個容貌焦慮的輪迴吧 我聽完剛剛阿喜說完之後 我覺得她不曉得還要再變什麼 因為她已經承認她有修圖 然後她說 美國的政府去查了資料 允許修圖 但是不要太誇張 各位 他們已經全倒了 因為連人家都 不好意思 我相信他們一直有很狹隘的眼光 認為說 我只要修圖就是騙人 修圖就是怎麼樣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會用這個眼光在看 修圖就是騙人 你自己如果也在做 那你已經沒有立場可言了 我要先來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修圖 你認為它有問號的地方 大部分會發生 你覺得它是不是騙人 可能是在網路世界 你也摸不著看不到 網路世界已經不是虛幻的了 它是真實的社會 怎麼說呢 你知道網路世界會做什麼 你會找工作 你會特由它來買東西 你會應徵工作 你會利用交友軟體 LINE 華社APP FB IG 你用照片放在上面 跟人家交朋友會聊天對話 它是真實世界 它不是虛無緹緹的 如果那一天我應徵工作 我的照片 剛好我冒了一顆兜兜 我本來沒有啊 我稍微修一下 而修圖在網路世界 它其實就是化妝品 所以我藉由稍微適當的修圖 還原成原本的自己 而照片不是只有人的面貌狹隘了 它包括了人 產品 風景 物品 全部都含瓜在內 所以我只要不是以騙人為目的 去做這個事情 你怎麼會說我在騙人呢 我再回頭講真實世界 你看到一個人化妝前化妝後 你說你判若兩人我都 怎麼會卸得妝變這樣 你會說它詐騙集團騙人嗎 不會啊 你只會說你好像兩個人 如果網路世界它就是真實世界 我就是用照片 再跟別人取得第一印象的好感 你為什麼要用詐騙騙人 來定義我這個網路的真實世界呢 那顯然一切都不公平 所以我們做適當的修圖這個照片 放上我應該要放的平台上面 它絕對不是在騙人 而是一種禮貌學 謝謝 我想要請白隊先釐清題目 題目是照片 所以它就是阻止在騙這個字 那剛剛昌明哥提到說 修圖照片是一種禮貌學 那這樣子不就代表說 這跟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講說 不化妝不要出門見人 不是一樣的事情嗎 白隊我們真的不需要在這種 社會歧視容貌的言論再出現耶 我先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先不要討論人的修圖 因為題目也沒有說是人 我們先討論商品 相信各位跟我一樣 我們最討厭遇到商品照美美的 買到的卻是個垃圾 對吧 照片標榜了 八倍蛋蛋包飯 實際上不掉四顆蛋 照片標榜著奢華海鮮丼飯 實際上沒有干貝和蝦子 我們超級生氣 你們生氣大家都生氣 我們就是要商品照一比一還原那個食物 我們買下去才心甘情願 這是商家對消費者有禮貌的行為 為什麼我們會怪罪商家說 你這個商品照照片 老闆是個垃圾 但我們卻不能怪罪說 你修圖你是個垃圾 其實是一樣的事情啊 因為你們騙我們嘛對不對 剛剛我們的一辯阿喜講說 挪威的法案 他定定的說修圖要糟告全天下 跟大家講是怎麼修圖的 為什麼呢 他就是為了保護那些 價值觀不成熟 新至未成年的青少年 遠離容貌焦慮 而且不只容貌焦慮 大家都修圖的時候 那些青少年覺得自己不夠好看 不夠美麗 他們不只容貌焦慮 還會產生憂鬱症 躁鬱症 甚至還聽過自殺的案例 這是社會歷史的共業 我們今天是個KOL 我們是藝人 我們很感謝有這個電視節目 播出這個節目 我們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請忠於還原真相 我們不要再修圖了 大家都在修圖我知道 你們也不用一直跟我講說 修圖有什麼好處 變美變漂亮那是基本 不然也不用修了嘛 但是我們身為工作人物 我們有個社會責任要告訴大家 還原於真實 才是對這個社會 最有幫助的事情 我們錄這個節目啊 我們剛剛前面在拍那些宣傳照 你們都不修嗎 所以你要去跟節目團隊說 不修 因為我們要真實 那這個會不會 害到我們送出去的作品 我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曾經在兩年前 我在拍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廣告 因為我那天工作非常非常的累 我就真的冒出兩顆痘痘 那我們拍了照之後 我就跟團隊說 如果可以幫我加強在那個光啊 還有一些影子 還有那個痘痘 這樣客戶才會滿意 那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真的團隊很累 然後某一個人不小心送出 還沒有修的照片 客戶看到說 What is this 你怎麼這麼不專業 為什麼一個基本的照片 你都修不好 那個光啊 那個影子啊 加上放育的那個痘痘 是你們不會遮嗎 為什麼我想要在我的事業上 有更好的結果 為什麼修圖是錯的 為什麼他是騙人 我不覺得他是騙人啊 像剛剛我有聽到說就是 你覺得這是一個 會造成人家的傷害 會讓人家想自殺 但我覺得說實話 明明知道 A photo is a photo Real is real 你如果真的想知道 The actual point 最終的 你應該要去看一下 本人 看一下本風景 What it looks like 你才會知道 你每一個東西出去 不管是私人的 你想要它更好看 或者是工作上的 你想要這個產品更有賣點 就是要修圖 不管你是網紅 不管你是藝人 你一般人 你一定希望你自己的社交媒體 是最好看的 Thank you 我很同情Kimberly 如果各位 遇到這樣子一個不專業的團隊 把它原本美麗的面容 上面長了兩顆痘痘 沒把它修掉 可是不好意思 這不是照片 你原本就長得很漂亮 多出那兩顆痘痘 才是虛假的東西 我們修圖是讓你回到原本的美麗 而不是給大家原本不存在的東西 如果今天我用修圖修到得到一些 原本我不應該得到的東西 那就是騙 那就是今天寫在題目標題上面 各位 還有昌明哥講了一個什麼東西 他說 你說阿喜現在他也有修圖 以前也有修圖 你們已經倒了 你們論點站不住腳 各位不好意思 修圖跟修到騙是兩回事 就像今天有醫療級大麻的存在 我們適量的使用它是對的 可是你吸到過量變什麼 修到過量 騙到人傷害到別人 傷害到自己 這就是不應該被鼓勵的事情 我再回到最原始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講說到底應該修圖 還是忠於真實 為什麼應該忠於真實 因為說真的 修圖技巧也有高低之分 我今天長得已經不好看了 我修圖技巧還會比別人差 我還很努力去學修圖技巧 修修修 推推 弄弄弄弄弄 才會看到好像真的好不容易 可能跟得仔一樣帥 Maybe 我不知道 我必須要到這樣子的程度 如果我今天人長得不好看 又沒才華 又不會修圖 手機不會弄 那我是不是不應該活在這個世界上 各位 忠於真實 才有辦法讓這個社會 發揮最大的效益 說真的 我們今天這一隊有陳大天 他188公分高 我們看事情的角度比較不一樣 我相信各位 如果今天要修圖 你要付出的社會成本是很高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修一張照片十分鐘 修十張照片一百分鐘 一天就過去將近兩個小時 如果修五次的照片 十個小時 你在這麼長時間 你可以充實自我 你可以讓內心更美麗更強 當然大家會講說 在講內在美這件事情 完全是老掉牙 老掉重彈 跟各位講一下 實際的消耗社會成本 這對這個社會是有影響的 你想想看我們如果把這些 修圖跟欺騙別人的社會成本 省下來 我們就可以省下更多去拆穿別人 謊言的社會成本 這一來一回 這麼多時間 我們用在社會更有建設性上 這樣不好嗎 我首先想反駁一下 就是你說兩顆臉上的兩個痘痘 把它修掉是 還於原本的真實的美貌 誰告訴你的 如果我看到你兩顆痘痘 然後在本人上面 我說哇 它修圖修得好大 它是照片 它兩顆痘痘其實本人超大的 所以這個定義不存在 你到底是還原原本的真實 還是說你想像出來的時候 跟根本不一樣 照片是什麼 照片是呢 我拍照是對於我生活的尊重 而修圖是對於我的尊重 修圖圖的照片 是對於大家觀看者的一個尊重 這就是有禮貌 所以我追求美有錯嗎 我追求更好的表現有錯嗎 我覺得反方呢 就是見不得人好 見不得人美 還有呢 剛剛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它說 這個騙 我覺得什麼是騙 如果我沒告訴你 你不知道叫做騙 欸拜託 你的照片的那個欄杆 都修到那個歪一邊了 你會看不出來是修的嗎 如果說你看到你的臉 都修到毛細孔了 你會看不出來修的嗎 你就對它不應該有多大的期待 說你騙我 欸拜託 現在大家文明人 現在社會誰不知道 這個修圖都修過頭啦 所以你知道的嗎 那我沒有騙你啊 我是爭取一個 修過照片放在履歷上的 良好的競爭力的工作機會 我是爭取一個 如果你看到我照片 願意出來瞭解我 常看心房 變成朋友的機會 我們不是叫做真心要騙你喔 還有剛剛講到容貌焦慮 這點我也覺得說很奇怪 好 至於這個法案有沒有成立喔 還有沒有實行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當初我覺得容貌焦慮 如果是放在社群修過的照片 那如果我放富豪 我撒錢跑車 會不會造成你的貧困焦慮呢 如果說我現在呢 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會不會造成媽媽 所有的教育的焦慮呢 網路上面呢 很多事情 就像我們說的 不是真實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網路上 你就有容貌焦慮 這個重點是在於 你的家庭教育 你的學校教育 你的朋友可以告訴你 你今天想修圖是美的 而你今天呢 在修圖你想要變成任何的人 你想要呈現的方式 都可以由你自己主宰 它也是美的 好 大家說那個海鮮丼是不是 海鮮丼那個叫炸棋啦 那個是偷工減料 不一定叫做照片 現在很多的科學的 譬如說拍電影 它的好萊塢的大片 很多都是用科學換背景啊 或者是動畫去呈現 他們也一樣是叫好叫做 所以這個時候 到底真實不真實 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們把美 用加以想像 而更好的方式 來做呈現 接下來 我們就交由我們的評審團 來好好的評判 他們這六位變手 到底誰高誰低 我其實覺得 如果大家都能夠抓住一點 然後深挖去發揮 因為像阿喜他一開始講說 警方斜區困難 我覺得聽得我也覺得滿開心 但是後來我就覺得說 其實他反而在接近結論的時候 講到容貌焦慮 我突然覺得這個點非常好 你們這一隊也有延續的發揮 包括青少年的憂鬱症 或是自殺等等 那黃昊瓶更是講到了 節省社會成本這件事 還有試量跟過量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一隊 比較能夠去一脈相承 那事實上剛剛就是侯昭明說這是 網路不是虛幻的是真實世界 那但是齊玉又說網路不是真實 這個其實你們有對過嗎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時間真的很短 就是一點技術上的事物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其實都一直在做筆記 然後再來我覺得像是 我們講的那個一脈相承 咬住死咬不放 因為你們定義它是非常重要的 照片 其實這個題目已經有一點偏了 因為它就是騙嘛 那所以你只要死咬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就穩贏 那當然你們要翻的話 可能你們也要有別的觀點 比如說其實這個世界 我覺得真實的世界也需要很多 虛幻的想像 讓我們得以喘息啊 就像很多男人抱著老婆的時候 他想的可能是山上優雅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我們必須要有 這樣的一個空間嘛 所以如果能這樣去發揮 回去想一想你的人生為什麼要 一直要看美好的事物 有時候不是說 我們立刻怎麼口豆它 而是想 你們怎麼提出一個 一條出路讓人覺得 對齁 你講的也是有道理 雖然題目已經講騙 我覺得論述是成立的時候 我們也會被說服的 這兩隊的分數 有一對是83分 另外一對是92分 我們在這邊恭喜獲勝的隊伍是 黑隊 好 恭喜恭喜 雖然前面輸當然不開心不好 但就是會幫助我們後面的 就是戰術更多 感覺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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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